ChartGPT今天終於開放我使用Plugins 馬上來為大家開箱分享介紹 萬用AI時代的到來 以下將分成三個部分講解 時間軸也會留在資訊欄中 請諮詢選擇有興趣的部分觀看 分別是 簡要介紹目前的Plugins 以及如何使用Plugins 最後介紹一款強大的插件 WebPilot 首先簡要介紹Plugins ChartGPT插件是一種強大的工具 使情能與外部的服務和資源串接 讓ChartGPT能夠滿足使用者的特定功能需求 例如查詢某個特定網頁內容 或是從PDF文件中提取資訊 都可以利用Plugins 以及ChartGPT本身強大的能力來達成 而Plugins也需要注意到一些事情 首先 它的信任與安全性 這些插件都是由第三方開發的 因此在使用之前最好瞭解一下 這些開發者和他們的服務 看一下隱私政策和使用條款等等 就像安裝手機的App 或者是你註冊網站的某個服務一樣 再來是技術知識 雖然許多插件的介面設計還算友善 但是使用一些插件可能需要一些技術知識 例如說可能需要知道如何使用API 再來是語言服務的部分 並非所有插件目前都支援所有的語言 尤其現在大部分的Plugins 都是以英文為主 Plugins的開發和改進是持續的過程 各方團隊一直在努力增加新的插件以及功能 以滿足用戶的各種需求 總體來說 ChartGPT的插件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工具 以下就讓我們來開始探索 如何使用Plugins 再來 如何使用Plugins 首先你要是 ChartGPT PLUS的用戶 目前雖然還沒有全面開放 但是每天都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設定 我昨天之前也沒有看到Plugins 但是今天就突然出現 非常驚喜 所以還沒有等到朋友們 請你們再耐心一下 我相信很快就能夠用到 那怎麼確認呢 首先你來到這邊三個點點的部分點下去 然後在Setting這邊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Beta Features這邊 像我在上支影片有提到 我有這個Weber Browsing 可以讓我上網瀏覽 那再來呢 我有這個Plugins 那把它這個打開 打開之後新創一個對話 選用GPT4這裡 底下就會有一個Plugins Beta 這個版本 點下去 那點下去之後呢 你其實這邊應該原本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所以這邊小劍頭給它點開來 到最下面 它這裡有一個Plugins Store 聽到這Store 就很像你使用 Chrome Plugins一樣 有許多的App 你可以下載 總類非常多 目前呢 大概是70幾個 70幾個Plugins可以用 那選擇你有興趣的Plugins 把它下載好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邊 可以打勾 那目前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三分之三 Enabled 就代表說你同時可以在一個對話裡面 掛幾個Plugins去使用 那今天初步的探索 我就先來試用給大家看看 好的 當我們把所有東西都安裝好之後 現在我們就要來開始使用 我將和大家分享一個強大的上網插件 Web Pilot 可以讓你的ChatGPT 上網整理各種資訊 好的接著 大家看到這個空白的畫面 可能跟我一樣想說 那我現在要怎麼開始用呢 很簡單 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問 ChargedGPT我要怎麼用 可以先全部簡單介紹一下 上面三個Plugins要怎麼用嗎 好它說明完了 它這邊就對每一個插件 它的使用方式以及功能 做了一個簡單介紹 如果說你對它的上面 這種簡單介紹不夠滿意的話 你也可以請它再更詳細介紹 像這邊 我請它更詳細介紹 WebPilot的使用方式 好了 那它這邊介紹完 首先我們就可以用 WebPilot來上網 並且我們可以 要求WebPilot做一些事情 那它這邊講了很多什麼要調啊 要幹嘛的 沒關係 我建議大家先不用理會它 請大家照我接下來的方式 試著去使用 不用看到一大堆字串 好像要寫程式一樣 用ChatGPT 就應該用白話文 來跟它對話 來跟它使用 好 那例如說 我現在先找一則新聞 國外也有這種跟蛋有關的新聞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好了 把網子複製起來 到我的頁面 丟上去 我們試著用白話文來請它處理 請以繁體中文 我們減速在要上面新聞的內容 就這麼簡單 先問它 好我這邊 零時按下停止 因為它不知道發生什麼錯誤 它這邊重新 又再 開始寫了一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WebPilot 它可以直接幫我們把 一則新聞 我們回去到那個新聞的頁面 這則新聞裡面的 主要的內容 以及它所講的事情 給它栽出來 並且告訴你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同時呢 它在前面這裡面 它有提到說 可以請它改寫翻譯 或其他方式處理該內容 所以我們再用另一個方式 例如說我現在打開 維西百科的量子糾纏 它這邊有一大堆解釋 好 那一樣 我把網頁複製下來 回到插件裡面 王子丟給它 那我這邊就請 CHATGPT 依上述連結內容 作為一位國小老師 以減要或批育的方式 向十歲小朋友解釋 那我沒有在這邊提到什麼量子糾纏 來幹嘛 我就只有丟給它王子 一樣丟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就開始上網 如果說你把這個小箭頭點開的話 你會發現它裡面它在做的事情 它會跑給你看 但這些我們都不用管 把它收起來 首先CHATGPT它用webpilot 幫我們上網 去看到維西百科裡面 量子糾纏網頁的解釋 原本的解釋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講的相當多相當複雜 但是CHATGPT上網之後 並且依照我們給的prompt 把這裡面的東西給它轉換成 能夠讓小朋友聽得懂的內容 可以想像 兩個人不管在多遠 只要他們之間有量子糾纏 一個人感到開心 另一個人也會感到開心 即使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連結 OK 所以說像webpilot 你可以再一次用其他方式 來讓它協助你 整理網路上的資料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以上就是CHATGPT Plugins的初步介紹 和一些簡單的操作說明 後續我會對其他的 插件應用 再更深入的探討 跟了解 如果說好東西的話 我再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底下留言 跟我說 最後這支影片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我是田純聖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